來啦 回來了 剛才說中場休息 有一件事是沒有做到的 你們兩個先趕著 我去拿一件性物出來 你看一件性物要藏在櫃桶 那怎麼樣阿聖 何必呢 冤冤相望何事了呢 我最愛和平的 你們不能這麼快放棄的 正所謂不要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 是要見到堅持才有希望 剛剛才 真的 我覺得OK啦 我真心覺得這場球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幸好阿王不在這裡 又把飛機杯放在我前面 不用啦 有這件衣服在這裡已經夠浪費了 如果我再和阿王做節目 把飛機杯放在我前面 我一下子就丟出去西北風 丟出去西環外海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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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我告訴你阿Roger 對嗎 天不收你 用瘋子來收你皮 對嗎 你叫我不要這麼得戚 你拿回這句話 給你自己聽先 大佬 真的 不是呀 輸場一球已經推翻了 這個紅牌 是嗎 對呀 推翻了 推翻了 那就是有得繼續囂張 是嗎 我說沒有阿他這麼厲害 這麼囂張得起 我今晚都是拿著這件衣服做節目 我不會穿上身 等到真的第20個聯賽冠軍才穿上身 就是 或者整件萬聯波心 Champion Sun D1 我就不做這些事情了 是不是 你們穿上這件衣服再說 真的有機會的 是不是 今季沒有 下季也自然有 對嗎 好啦 水還沒抽完 但我們先講講長波 是 阿Sam 什麼問題 其實呢 由 就是我是 如果有Tender Brown就知道 我由上季拱勞冠軍之後 我根本就不再檢查成績 所以就純粹是追求一場精彩的賽事 是 我覺得萬聯是沒有想到這句話 會變成我們今季的Code of the Season 還有我追求 我是想看一些有趣的 即是我說過有趣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 是沒有趣的 你解決不了問題 我不知道這樣解決中堅問題 算不算有趣 但是 我已經看到我想看的東西 只可以說 又是剛才做節目 上個節那四個字都求人得人 對 就是這樣 挺好的 所以 是 所以你就覺得 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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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她的中心派 剛才這樣 隨便吧 兩球也是這樣 三球也是這樣 真的認真 我是VVD傷了之後 我在WVD我已經說了 前四夠了 即是你補前四 即是坐綁手的時候 我也是說補前四 是吧 大家都還說我夠 坐綁手叫前四 我只是補前四 現在就補前四 現在就 是 愛華敦贏了手頭那兩場球 上前四 他們現在的心態再進取一點 那就要專心勾聯 沒事的 其實我們也拍回今次的主題 現在李物浦和曼城都去專心勾聯 我OK的 是 我就專心萬聯 你們的專心勾聯 是不是 我OK的 真的 是吧 唉 我 不知道阿Sam怎麼看 我覺得 全部 我都是調FSG 整個一月 你搞最後那天才來買人 假設我們 我們是一月一號已經簽了中堅 卡比一月一號 我們只是簽卡比 不用簽什麼David 我們只是簽卡比 真的是卡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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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你是有整個一月 有起碼 六七 七八場 你當他被他踢五六場 你對球也夠 warm up 你跟對球也夠熟 你跟對球也夠熟 至少你這場球可以出 你不用 那你牽達神 你可以扔回前面 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 即我 這場球 但我不會看得很差 也有機會 只是進不了 或者做得不夠好 但是 但是 但不要緊 可以改善 可以接受到 即是 即是 不用了 是 在熟的邊緣 即是沒有熟 你看到早上 那些人還會跑 下半場 下來 整對球好像 好像打完半場飛機 然後完蛋 再熟過 換完人之後還衰了很多 是啊 衰了很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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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說 我覺得 今季 由高普 說得出 其實 保前四都很難的時候 你就看到 對球有內在問題 問題有 前面進攻不下力 我覺得 不夠下力 至少看文尼 是 你幾可見他沒有突破 他不嘗試突破 以前拉邊 會跟你撞吧 大哥 哪個閘位 他還沒爆過 你今場有沒有見過 他敗落底 傳球出來 沒有 沙拉已經算有推進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他 真的 下腳 起了腳射球 明盧算是狀態回復 那些 還有幫忙 向後追 做防務 我是看不通的 為什麼要收起 Curtis Jones Curtis Jones 是看得最好的 我真的看不明白 在進攻方面 他最增加到 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今季連高普 都打算攬炒 我不知道 信心問題 領隊當然 高普換人 一向都被人吵 我不說 我真的不覺得 Curtis Jones 應該要收起 他是沒有體能問題 看了那一刻 真的笑了 就像你剛才說的 突然冷笑一分鐘 就是這樣 那一刻我真的 我看著換人拍 我看著換人拍 蛤 蛤 這樣 那 然後 你說 整場 其實 因為要出沙基里 因為要出沙基里 不是呀 不出被人吵 第一 為什麼要出沙基里 你要開始把他踢多一點 接下來的暑假要賣 你要給別人看 那些人經常問 為什麼不出男人 要出澳仔和沙基里 你出他才可以給別人看版 你看我們還在出他 我們不能鑑定鑑定賣 很經濟 這個已經在向暑假看 男人現在就借出去 借出去 還要別人不能買 下季一定回來 我用這種心態去看 立即覺得 好行業 真的懂得做生意 你一向都會做這些 扔垃圾球員出來 踢踢踢踢 踢完之後 賣個高價二三千萬 然後就拿那塊去買人 現在在計劃暑假的事 我跟你說 不要想贏球 那就是司徒華那句 不爭朝夕美 民主運動的事 我覺得可以的 大家要放遠一點 要鬥長命 你鬥長命還鬥長命 我可以的 但你做些方法是自殺的 那你怎樣鬥長命 我真的很老實問 所以永遠游走在就死和未死邊緣 即是離流狀態 當你覺得死的時候 他會贏一兩場球 他們覺得現在最多都是 什麼 七孔流血 但就不是死 死還死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 就是兩個概念 所以你也不要看得這麼吐血 我昨天在日頭 即是未踢踢一場球 在街上遇到金兵 然後就聊天 剛好真的遇到街上遇到 然後聊天 就說幾句 他也有問 近來有沒有生氣 沒有 最初真的沒有 但最初大家都明白 中堅 這些問題 雙兵 各樣東西 你說雙兵 真是不可預計 這樣也沒有話 但其實你看到現在 近這幾場 其實不是生氣問題 那麼簡單 是整件事 那個戰術是不可行的 其實不可行 從上季的中後段開始 我已經說過幾次 尤其是落單子 更加明顯 但落單之前已經有 好幾球都已經是那些 那時候輸 純來之不一下 這樣進入了一球 1比0就算是贏 但是你是贏了強質素 那一下而已 但問題就是 我以為 大家以為 在暑假看到 或者在季前幾場看到 他有試試試 什麼4222 又試試試 4231 就想著 可以了 如果那套東西不行 就有好備 原來沒有 你明白嗎 到了這個月 你見到攻不了的時候 他就繼續打擊那三個 繼續打擊那四個 戰術一直以來都行 沒有問題 因為你是在 增加前面那三個 那是很對的 因為前面那三個 很值得你增加的 很對的 你增加三個是對的 他們的威力是最強的 但問題是 現在他們三個有時候有傷 有時候狀態又不好 三個都可以不好 有時候不見一兩個 你還是同一套 那個人已經變成 奧力智 其他人 你去maximize他 有什麼用呢 你之前maximize他們 是因為你犧牲了中間 一些創造力 一些進攻 甚至是 你是推了兩個集上去 做了很多的調整 去令到這套東西 沒有問題 非常之好 問題是 如果前面那三個 有一個不行 或者傷 或者沒有狀態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如果那一套是一樣的 我總之 去照顧同一套 之前幾季已經試過不成功 我們已經很多次都不成功 那你現在試過 也不成功 但是他沒有 他一樣 所以我已經去了另一個心態 他在生意角度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在場面上我要戰直 即他永遠 他生意角度 是不是最低限度 幾場波前 高本講的 補錢4夠了 我們其實目的是補錢4 不是拿冠軍 OK 那我們怎樣補錢4 那一定要犧牲 我補錢4 如果我用補錢4 我便可以用奧力智和沙基利 我把奧力智沙基來出來 是真的給我賣的 我真心是這樣覺得的 因為你不 譬如說 反過來的故事 我們就是出男爺 第一 男爺是不是看得比較好 坦白說 不是真的那麼好 他因為將男爺 在那個位置 對 你是沒有 在那個位置 他又不會改變 他不是改那套模式 給他就男爺 你看到男爺 在生意角度看得不錯 之後再說 如果我們放了男爺 我們不出沙基利 不出奧仔 暑假喝不出 我又留到他一季 這個也是問題 所以就是 這一堆人 其實很明顯就是 你可以給他一個角色 就是 一個後備的計劃 就是一個不同的計劃 譬如你看回7比0那一場 或者贏你思日成那一場 都是贏幾球很清脆你思日成 今年不差的 但是你那幾場work的情況 就是 其實你是有一個不同的 譬如基達 譬如Milamino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打法 總之 不是每個人都一野 為球給前面 Sala 你背身 你轉身搞吧 或者文尼你爆吧 不是這樣 成功在於 打一下配合 他們是有能力的 你看基達來之前 或者Milamino來之前 或者就算薩基利來之前 或者你看巴賽那場 沒有前面沒有一兩個 因為他們本來是有能力的 這些球員是有能力的 只不過大家因為犧牲了 是想給前面那三個發揮 當你前面那三個不太好狀態的時候 就回到其他人發揮 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想嘗試這樣歸納 現在一部分對於利物浦成績滑落的聲音 或者是觀點 他們覺得是因為整體的體能下降 和三叉擊的下滑 我同意這些看法 但不可以因為這兩個觀點的存在 而令到大家對球隊的思考變得懶惰 你是有些問題是存在的 我認同 但是不是有些細節 你會因為拿這兩個項目搭出來 就可以令到大家懶惰 可以不去想怎樣去改善一些地方 去微調一些位置 你不能拿出來之後就說完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大家累了 因為三叉擊極 但是你不能夠說 因為這兩個問題已經放在那裡 然後你就選擇 你什麼都不去正視 然後逃避 反而我現在近期最低放 我最生氣的是 中堅是低能的 我覺得處理中堅的問題是百次 我不管你最後那一天 刁刑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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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中堅刑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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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可能大家看 TYP 文章 但他也有說到這個交易是挺昂貴的 其實別人是要求25M 本身 你現在是交易了十幾二十M 便宜了 即是你還有選擇購買 你好像為了深馬的穩定性而犧牲了這30天 而這30天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放卡碑下來 很老實說 我不要說你連失分的五場 你贏了多少場 兩場好嗎 只失小兩場分 也只有六分 大概六分 六分是現在排的什麼 可能跟曼聯差不多 這就是我生氣的位置 本身你只是一個位置 一個位置做好一件事 早點做 不是叫你不做 不是叫你做過另一件事 早點做 但你完全沒有 聽眾聽了這麼久 就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當然我知道這位聽眾 你這樣說應該是善意的 因為你也是長期聽眾 你看著我一直做節目的表情 你當然不會覺得我有問題 我不覺得有問題 我作為一個敵對球迷 我不會覺得有問題 真的 但你問我 如果我現在嘗試抽離一個敵對球迷的狀態 去看利物浦這對球 我會告訴你 這對球的問題就是由上到下 你可以說是因為他之前那幾年巔峰 現在是自然滑落 fine 但問題不是在於自然滑落 問題是在於你應對自然滑落的手段出問題 我不認為你這些問題 是要去到last minute的時候 透過買人來解決 你本來是可以更好地去計劃這些事情 你遇見到自然滑落 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但你可以早點去做預算 我覺得現在利物浦的預算是出問題的 我回應你 卡碧你說04要簽了 是因為利物浦在最後一天才問04 這個不健康 這個不是因果關係 這個不健康 首先在這個節目中 我們不絕對是批判FSG 我們也不了解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 FSG的預算是做得好過其他球會的領導者 包括我在內 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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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 去到last minute 才能做到 甚至是做不到工作 這是我做的 我怎會跑出來哨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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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嗎 而且Ricis都還能做到 我都在在暗面 他還在負責他 大哥 利物浦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這裡是會存在一些認為FSG做得好的球迷 無論你是否支持利物浦 既然你們對FSG的要求那麼高 沒理由突然下跌得那麼厲害 我個人來說不是放大中堅的問題 而是整個整個 例如你剛才所說的 預期一個自然的滑落會出現 大家都知道這是人之常情 這是人去到30歲的體能機能就會稍微下滑 這是幾乎所有人都會 美思都會 這個必然會發生的事但你沒有什麼去準備 所以如果有些聲音跟我講 你不如先講一場波 你不要一直在批判FSG 如果你要提出這些事來反駁我的話 你的思維也是很難度的 因為這些事叫做秒算 是什麼呢 是你戰爭發生之前 你在朝堂 你是無論是領導和軍神之間 應該要做好的決策 是在講球會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 應該是一早已經做好 而不是去到球場裡面做好的事情 而你在球場外做不好的事情 你是影響著對球的氣氛 你是影響著高普的每一個部署 高普有沒有責任要扶 絕對有 我們剛才有沒有 你會去換Curtis Jones嗎 有 但是你問我 現在對球場的心機弄成這樣 FSG是否一些責任都沒有 你不要說沒有 所以我想回應一下 剛剛有聽眾說 他試了很多東西去預備 我的目的就是這樣 他試了很多東西 他歸前有試 但他一到需要的時候 他都沒有拿出來用 他都是用Friend Free 然後如果Friend Free不行 就放一些人去Friend Free 用同一套東西 這不是問題的手在 他準備的預備 是完全沒有用到 或者是沒有透過應用之後 去實踐一些結論出來 去歸納利用 他總之是 塞回我心 誰沒了就塞誰 去哪個位置 這樣不是解決到的問題 例如剛才說 一直都說 為什麼一定要下場 要贏 要生氣 不是生氣輸贏的問題 例如剛剛 早一兩八對白禮頓 但是那九十分鐘對方門進 沒有事情要做 現在不是輸這麼簡單 現在是對方門進 完全沒有事情要做 我不是那一段 不是萬成 我想說 我不介意FSC計得盡 但是 我們都是看結果做人 如果影響到前四 又怎麼看 問題在這裡 對 我都不是那些大大力調 FSC的人 但是我去到這個中堅的位置 我真的頂不住 我覺得 就算你說 沒錯 疫情搞得這樣 你計得更進不出奇 對Boston Red Source 都是這樣 我可以 沒有問題的 我認同的 但實際問題就是 當你影響到前四 你怎麼看 是否只是把問題 掛下去 領隊 或者球員 他們不懂得提早 去做好預備 如果他們 是 計完 試完 做完 最後 都是離不開Front 3 那 是否有更好的辦法 去為現有的SCOT去解套 例如 將Kindersen放回中場呢 那 是不是高層的問題 是高層的問題 你跟我說 你現在輸場這樣的球 是純粹是戰術失誤 純粹是你提早收納了Curtis Jones 解釋不完 我嘗試用這個角度去看 好嗎 恩卓我們沒有中堅 你必須把Kindersen放下來 OK 大家都知道 泰哥是否打前面 打8號位是否好些 好過打6號位 好過打6號位 大家有目共度 他打8號位 3-up他進攻的那邊 就是絕對好過打6號位 你把Kindersen放下中堅 沒有人看到那個6號位 或者你用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我要塞 威尼道姆和米拿下去幫忙 3-up 泰哥 那這場球不是這樣做 這場球是Curtis Jones幫忙 那你不會叫Curtis Jones打6號位 是不是 同樣狀況 所以前面 你能夠做這個攻勢有限 前面三個我剛才講過的亞科 我不重複了 以至到整隊球的心態就是 你看到防守迫搶很賣力 是不是很賣力 但是到拿著那個球 人家收回後的時候 做了些什麼出來 你做不到嘛 是不是 而我們以前 拿英超 拿歐聯那屆來探 Henderson本身打6號位 那時候的變咒是什麼 Henderson打了8號位 Henderson打了8號位 幫了阿諾那邊 阿諾多了些空間出來 就可以做到助攻 是不是 他在前場也幫忙做第一個迫搶 是不是 甚至比前場三個都更加前去做迫搶 這個就是一個變咒 而你這個Henderson的factor 放在一個中堅裡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是 你可以說 我現在放Henderson 和法斌奧OK 是 你說艾利神是派交兩球 如果不派交兩球 可能不用輸 是 但是 問題就是 我現在是一個 Chain reaction 來的 是嗎 而這件事 中堅問題 都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你買到一個人 你充滿一個 我不用你充滿兩個 所以我覺得這樣 如果大家最後想爭論 那件事就是 現在我們真的要為利物浦開追悼會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純粹把責任放在FSG 其實就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是 有些地方 無論是你臨場 換人用人 那都是要屌高普的 是嗎 高普當然是底屌 那你說 太高應該是放在一個什麼位置 究竟是6號還是8號 我覺得這些位置 高普是有推卸不到責任 而事實上 在球隊陷入這一種 是由上至下的徹底低潮的時候 高普是否會亂來 是試過的 在當夢特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次的危機 應該是他執教以來 在利物浦裡面最大的 在利物浦裡面最大的一次 因為現在利物浦的警況 本來不會差得過他剛剛執教的時候 但是大家的期望 全世界的期望 是遠遠高過那時候 就好像多了 最慘的是我已經是沒有期望那個 我也生氣 我已經是沒有期望 我說了 是啊 但是你明明 生氣是生氣什麼 生氣不是生氣輸 白禮頓是你做什麼 究竟 十九分鐘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然後你看 聖誕快車 或者一月輸了什麼球 或者塞了什麼分 西部浪 西部浪 西部浪除了我們那場之後 那六七場塞了二十幾三十球 但是那個 修咸頓 你輸一比零 之後那時候都連輸五六場 之後都連輸五場 之後都連輸五場 大哥你長一長都 這些應該要得到分 應該要贏的賽事 你贏不了也不要緊 你是對方門匠 你都沒有測試到別人 那三四場加起來 只有五個成本目標 喂 沒有 還要是利物浦 所以這個我不會說 FG本身單獨去問題 絕對不是 整個由高層以至教練團 所有人都一定有責任 因為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搞成這樣 你以前有一場半場 我覺得OK的 有時候你真的 過一場球好東西 很多東西不順 好像維拉那樣 輸一大敗 我覺得沒有問題 總會發生 但你不是一個月連續持續地 每一場都 失分之餘 比對方完全是零威脅 零啊 大哥 對方門匠 撲落地也不用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整件事是不合理的 而且不是一個突然發生的問題 這是已經累積了一段時間 當然之前 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去覆蓋這件事 可能突然一個球員做得好 對呀 可能又做得好 可能對方無法解決 有這麼大的問題 是要去炒高普的 Ligeria 高普是要負責任 但是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這個情況發生在第二段波 最後都是炒教團來解決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論整個邏輯的 整個發生的邏輯 或者是責任分先後的話 沒有理由是高普是負責最大的 Ligeria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因為 正常情況下 球會的高層 既然遇見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就算你去將這個責任 你預先去透露給高普聽 或者是其他球員聽都好 這個責任都不應該是他們 去負責最主要的 你這樣卸獲 是不是 你FSG 高普 球員 是三方面都有自己的責任 我絕對認同 如果聽到這一點 都還以為我們現在正在露斥 這個FSG 的說話 你閱讀 你解的能力 在DSG 應該是 是失敗的 OK 是失敗的 我學回你那個 樂觀的性格 就是 我看回熱刺之後 就覺得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 我會拍Ligeria 我是覺得不應該炒高普 哪可能走去炒教練 對 根本的邏輯在哪裏 我不明白 因為其實現在的所有事情都失敗 我以FSG轉會 我以高層轉會 高普的戰術 以至球員的信心 就是 其實 球棋一方做好了 三方面 球棋一方做好了 都可以解決這件事 我試試跳回到 context 裡面 是啊 高普是要揹鑊的 高普是有做錯事的 但是大家 是會懂得去分責任的先後問題 你最應該揹鑊那個 你走去炒那個問題次要 但是之前 contribute球隊這麼多的教頭 喂 那你不是自焦麻煩嗎 某程度上 高普是你的遮收報 哪有這麼弱智的 不要玩啊 你走去炒高普 你不是自暴其短在那裏 我寧願你 我黑心點說句 我寧願你繼續放高普在那裏 然後大家都會在想 高普都很差 幫你擋一下戰 你走去炒高普 你不是很傻 我覺得球棋說得不錯 出回正常中堅 基達和祖達 應該會反彈 我覺得完全是 其實 你現在出的人腳 我們沒有中堅出的人腳 我們之前就是有祖達 祖達有一個x-factor 就是他可以盤樓 他會推進 他可以有優勢的交波 他進入禁區又有威脅 現在沒有了 那你就打回前面 就是每次都是一樣 如果聽眾們聽到這裡 還有理解能力出問題的話 就留下 Sam Peter這句話夠了 現在是集體問題 是要找解決方法 不是一見到問題 就要想找誰制旗 對 是這麼簡單 大哥 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是想指出這件事 不要在這裡說 難道賣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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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大哥 我也同意 Sython說 可能高普和高層已經有共識 今季只要補到前世 什麼都可以 大執等夏天 我也認同 但我覺得 有些短期的解決方法是要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 無論是高普定義 還是管理層都好 我還知道 你們是想要哪個多點 哪個少點 這些位置 大家都應該要拿出來 去講 拿出來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本來我是想著 逐一部分來講 不過大家講到FSC 就已經有球迷彈出來 我也覺得 球員應該負最大責任 始終什麼戰術都好 落場那個就是球員 他能不能夠貫徹到 那個心態 你看到上半場 真的不差 至少不要講進攻方面 防守方面都可以 而 你有看一場球分析 其實 艾神為什麼會交那兩球失誤 是因為棋位問題 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你 牽達神和法斌奴 打中堅 他難得一些 剩下的球 這些是球員的問題 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 是球員問題 特別下半場 很大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尿球員多於尿高普 尿FSC 但是 每個人都有錯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認真討論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單純 在歸咎 哪一個 或者認為哪一個 是絕對對 錯 我們看每一個問題都應該很立體 是吧 是 如果 說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 Sam 我都很少看到 他平離物浦 會生氣到現在這個位置 是吧 可能上一次 看到你這麼生氣 什麼時候 不知道 學神年代 但那時候也沒有看 那時候也沒有看 羅渣士 其實羅渣士 羅渣士 羅渣士 我覺得羅渣士 是一種 羅渣士不是生氣 那種是那種好笑 你見到那個人的能力上限 都導致你 隨便 你不要過期望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是因為 我現在這樣 很沉 就是沉 你衛免冠軍 很沉 所以我一個更準確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 轉一件衣服出來才是 是沉沉 其實 其實 曬球衣服才是 你看萬成 那些人說 萬成踢完兩季 好球都有一季回落 但是 記不記得上季萬成 最後都是拿第二 是不是 你贏了十幾二十分 人家還是第二 你拿了九十幾 九十九分 人家也是在拿八十幾分 是不是 八十幾分 我們今季拿不到八十幾分 好老實 我現在七十分都問水 隨時 真的 七十分都沒有 就打我八 對 對 所以這個 七十分 七十分是我覺得最低的限度 因為我們連續拿兩年第四 都是七十分 七十六和七十二分 至少都可以回到那個級別 真是 我會覺得卡碧真是可以上場 踢中堅 軒達成 前面 祖達 回來 基達回來 整個體系會好很多 我覺得卡碧真是可以解決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已經可以解決了很多問題 你看到 你看到 打爆位 他可以做那些比球 是可以讓阿諾 入禁區 再出球 而不是阿諾 要在四十五十碼 邊線出球 高先生 你現在看萬聯鬆B 好像當年利謎看羅渣士 所以沒什麼期待 喂 你不要玩東西 羅渣士 你不是要踢過球 你這樣看的 你搞什麼事 你搞什麼事 你都不知道說什麼 你 我覺得 沒事的 現在這個位置 既然是集體問題 我覺得 不是沒有空間 去轉一轉彎 去處理好 我覺得 現在還是有得救 還有 你說已經過了萬成 你不用再對萬成 你接下來對李斯特成 當一個Bounce Back 是嗎 Bounce Back 給Body Bounce Back 是有的 不是 你當 給個希望自己 我覺得 你說Bounce Back 我很大年紀 你知不知 這句We Will Bounce Back 是誰說的 阿Sam可能知道 就是當年 2003年 你有一段 是榜首 聖誕前的榜首 後裏一格 那時候 那時候是連贏 然後過聖誕快 那時候輸到 很糟糕的 有和聲的 十幾場不成 然後說了一句名言 就是We Will Bounce Back 你想到現在 如果有長一點 年紀大一點的 就像我一樣 We Will Bounce Back 可能有型 We Will Bounce Back OK 所以剛才我看見 鄭聖宗問 最壞的情況是不是 踢歐巴 我覺得最壞的情況 真的不是踢歐巴 最壞的情況是 你因為這一季 搞到不知道什麼 成績之後 然後你影響了 你的換血的情況 夏天 不是啦 又要重複之前loop那些 就是你買不到頂級球星 是買一個 Future Prospect 我從來都強調 一對球 下滑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 就是出現在 你應對的方法 那裏 是吧 我給大家聽說 如果今季禮物譜 揮住原季 拿第二 作為漫迷 我肯愉快 為什麼 因為第一 他拿第二 第二 就是 Fsg會覺得 揮住都OK 那就不要緊急換血 我OK的 但是這個位置 我很OK的 我膽敢說 我不介意 現在馬聯 在現在這個位置 放回去 交第二出來給利物浦 我OK的 為什麼 是不是 我就是想令到 利物浦覺得現在的問題 不是真的那麼大 繼續下去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我心理這麼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不重要的 有時候更大的荒謬 反而是令到大家 有更大的認知 知道問題在哪裡 是不是 反而你落在問題當中 你自己不自知 然後繼續沉原下去 那種所謂的 snow decline 你才會害怕 所以我想 如果現在的 下半季期望 應該就是 希望他們意識到 究竟現在的情況 是有多嚴峻 然後是 嘗試拿一些解決辦法出來 希望是這樣 成績已經是其次 如果你最後拿到辦法出來 可以解決到 最後你真的下半季也無所謂 反而如果你說 完全沒有 好像中卿這樣說 最後第二 這樣就有點害怕 所以 我想的 我真的OK 我當然知道你想的 其實我OK的 我OK的 我希望 拿不到第二 就拿回第一 所以就是 影響每次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如果真的跌出歐聯的席位 然後你又不是意識到問題在哪裡 你之後憑什麼去吸引你想要的心儀對象 來跟你先踢 你如何換血 你如果找不到那些 那一批的心儀對象 你又開始要賭博 再來 就好像買老母 買沙娜 買文尼當時 當初被人笑咬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壞的情況 就是你踢歐霸有些好閒 有誰還沒踢歐霸 萬成好像真的比較少 萬成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所以Matthew也是很幸福 他自成為萬成球迷以來 沒見過萬成踢歐霸 我覺得Matthew是 是會想到萬成還沒踢歐霸 Matthew是 他作為一個球迷的鑑肉很有缺失 你明白嗎 Matthew是在富家子弟 在頂級 何鴻生樓下的孫女 孫仔 沒見過世面 錢啊 錢啊 銀包永遠有幾千元 銀行有幾萬元 即是他是劉明偉第一次 下深水寶 如果見萬成看歐霸的話 你明白嗎 原來有 有 一次也好 哦 哦 是啊 但是那時候你還沒認真看萬成 是嗎 是啊 你 真的 不要緊 我覺得不夠久 不過這個還沒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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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雲家是有先見之明的 即是爭死其實是有他的意義 有些完整的教育給阿迷 有個重要性在 沒錯 簡犀路進入中間作用很大 補到中場推進和Rodget 簡犀路我真的越看越喜歡 講了很久了 講了很久了 其實呢 落在哥迪奧拿手下 其實那些雜位 只要你有稍為有一定能力的 progression 和腳下技術 慢慢的變好 還有一個意識 還有一個意識 對 當然啦 你說獲加 是不是 都做不到這些東西 因為就是意識問題 但是 所以他還是穩佔英格蘭國家隊的正選席位 是不是 證明 其實呢 你具備 剛才我說的兩個條件 你出來的效果不會差到哪裡 是吧 強化版大夫 那用大夫來被簡犀路 又侮辱了簡犀路 我以為你侮辱了大夫 不會侮辱大夫 大夫作為大夫本身 已經很難再侮辱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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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那時候連ABCD都不認識 哈哈哈哈 真的 所以我覺得Maphew作為萬城球迷 他就大缺少你的球迷教育 未能見過萬城護級 未能見過萬城踢歐巴 差點什麼 就是學陳金成畫的 真是年輕人 即是個人是年輕人 沒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已經要聽下一節了 真的 沒錯 所以鋪電了這麼久 其實我們今集的氣浴 其實是最後一節 大家休息一會 一會一會 歡迎國路球迷 還有什麼 韋詩咸 不知道什麼 柳卡蘇 那些 全部都跟我進來 標準流浪 標準流浪 全部都跟我進來 究竟細球會的球迷 是否會脫結過大球會 那些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